李佳琪 79元 花西子 梅笔 工资长 委长 有没有认真工作 流泪道歉 李佳琪被罢上热搜事件 就这么些关键词 有人调侃三年了 还没把花西子梅笔的价格打下来 李佳琪你认真工作了吗 有人共情 假如到了他这个地位 在座的各位 有几个不比他狂的 有人自嘲 仿佛看到了自己 工作十年 人变老油条 消极代工 语气敷衍 大家好 我是差明君 我无意去批判李佳琪 更不会为他的过错辩解 但我认为或许他早就需要离开直播了 之前他在直播间说 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真的 每天头痛到死 每天坐在这儿 助理马上反驳 但他必须工作 佳琪会在这里一直陪伴大家 人对一份工作或事业 是有可能失去激情的 李佳琪或许已经进入了这个状态 当年因为对直播事业的热爱 他能说出让女孩子都爱的所有女生 随着热情消退 他的话里自然难让观众再感受到爱意 可即便如此 李佳琪背后的公司美ONE 主页依旧是一张巨大的李佳琪海报 公司核心板块里 几乎所有栏目都围绕李佳琪这个IP展开 这么高的捆绑度 起因是美ONE创始人七振波的有益为之 18年 他死掉了公司100多名主播 所有的资源都押注在李佳琪身上 事实证明 美ONE没有押错 去年 美ONEGMV超650亿元 贡献了淘宝全年快十分之一的GMV 位于直播接过榜首 创始人七振波也成为2023年MCN行业 唯一入选新财富500富人榜的富豪 而这一座高耸的大厦全建立在李佳琪这一个大IP上 去年 李佳琪直播间短暂被封后 美ONE和李佳琪非常着急寻找下一个李佳琪 也就是说 公司也在努力去李佳琪化 据差别人观察 李佳琪直播间大幅缩水 有时开播一两个小时后 她才登场 参与每场直播的时间从五六小时缩减到三四个小时 甚至有些场次 李佳琪根本就不参加 降低李佳琪直播时间的同时 美ONE还在疯狂寻找新人 他们开设了一档综艺 所有女生的主播 李佳琪亲自挂帅当导师 负责筛选 考核培养 这节目明摆的是在寻找下一个李佳琪 不仅如此 美ONE还专门搭建了两个新直播间 所有女生的衣橱 所有女生直播间 把品类从李佳琪擅长的美妆扩展到女妆 李佳琪通过直播间宣传和连麦 为俩信号引流 可结果并不如意 十个月下来 俩直播间粉丝数加起来不到四百万 平均观看人数也远不如李佳琪直播间 可能是品牌和李佳琪捆绑太深 粉丝对新人主播并不是十分买账 所以李佳琪说自己可以不用工作了 助理立马说李佳琪会一直在直播间 显然 诺大的美ONE还没有做好失去李佳琪的准备 但是 头部直播机构去头部主播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威亚被封后 千询马上搭建全新的直播间密封三社 尽管热度跟威亚没法比 但完全靠新人的密封三社 去年GMV也有60多亿 成功起身直播第二梯队 威亚则转行做起了投资 罗永浩直播间更名为交个朋友 老罗回归科技创业 参与直播的次数变少后 交个朋友直播间肉眼可见的失去影响力 但交个朋友通过开设15个垂垂账号 培养一批主播来分散风险 在这场去头部的行动里 最成功的是快手一个星巴 假烟王事件后 星巴就开始疯狂强调去星友之话 努力提携自己的四大门徒 因为让位时间早 几个徒弟都赶上了直播阵望的好时机 上个月快手直播带货榜前三 被星巴团队包揽了 威亚去搞投资了 罗永浩去创业了 星巴去搞供应链了 几大直播剧头 除了疯狂小杨哥 也只有李佳琪还被美万牢牢捆绑直播 可是李佳琪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男昌贵哥了 2021年就以18.53亿元 成为当年主播收入榜榜首 一个年入18亿的人 还被安放在直播间里 扮演一个讨所有女生欢心 替所有女生谋福利的角色 这样扭曲的安排 对李佳琪自己 对美万而言 或许都不是一件好事